好 我们欢迎HouseTour最年轻的嘉宾 ChanChan ChanChan 喜欢吗 说一说的 大家好 我是肖心妮 今天来到了Jelly胡佳琪的新家 大家好 我是Jelly胡佳琪 欢迎大家来 太好了 重了一个 我刚才也没有讲好 再来一个 说一说的 大家好 我是肖心妮 今天我们来到了谁的新家呢 大家好 我是Jelly胡佳琪 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哇 好漂亮 谢谢真的 真的 恭喜你不只结了婚 生了宝宝 现在还有属于自己的新家 感觉怎么样 其实感觉真的有点复杂 因为我三十 B 好 继续 二十多年 重一点点 对 跟我的就是我的父母一起住 然后到现在 今年算是真的是搬出来 今天我们就来一一地开箱 这整个概念 你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呢 可能因为我跟我的老公 这是我们的第一间家嘛 所以没有什么概念 很随便的就跟着室内设计师讲的 好看 我们就OK 好看吗 我觉得是走得比较舒适 对 对 它感觉就是有一种深木色 看起来比较有家的感觉 有温暖的feel 但我想问你 沙发是很漂亮啦 它是真的实用吗 超级实用的 我跟你讲 这个是新婚必备 因为如果你跟你的老公吵架的话 她要去拿 居然帮老公想好地点 可是我很好奇 虽然说你为了丈夫着想 你有没有想过 减减的感受 为什么 这么白 如果是我 我都很想要手养上去画画 昨天减减就在那个角落那边就吐了 这边就是我的 kitchen加dainin加pantry area 对 开放室嘛 这中导台真的蛮符合你们的空间 对吗 ok ok 其实因为我是想要更多的储藏室的地方 所以我才要一个这样子 因为这些是 jenjen的东西 然后这边是杯子 这很聪明耶 这一定是ID的想法对不对 不是 这是我的想法 哇 终于 因为你们这里的空间虽然是开放室 但中导台就是刚刚好 再加上你可以加上自己的餐桌 对对对 有一点延伸出去的感觉 对 好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空间啊 这个是一个工作室吧 还是study room 工作间 对 工作间 就是你的吗 我跟我老公一起的 对 之前是想说如果有第二个的话 这个就是 就是两个小孩子一起的房间 对对对 暂时现在是工作间 没错 因为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打通的一个墙壁 可以方便你自己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也顺便看一下孩子 对对对 比较方便 可是我很好奇耶 居然是说是工作间啦 有没有什么是拍照打卡的地方 我的家还蛮好看的啊 哪里拍都行 这个我同意 所以每个角落都是 那会不会在买家具上面就考虑到 因为家里有宝宝嘛 所以有一些安全的角落啊 比如说房状条啊什么的 有买吗 有买的 而且其实都是圆圆的一些设计 我想其实这个是一个无意间的东西 有小孩子在家什么东西都是安全的 嗯 那我们现在就很好奇 连宝宝都在哪里睡觉呢 在客屁 他其实现在在睡觉 那我们先去看看就好 好 走吧 走 你刚刚就很大声 不好意思 我现在我的宝宝在睡觉 没关系 为什么你讲话这么小时候 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个小小的东西 因为他在睡觉 我不想要吵他起来 然后 大家无意间就 我们也很害怕 因为突然间到他的门前了 对对对 所以他最大有没有 真的 他真的是最大 请进 啊 所以镜子比较多哦 对对对 而且灯也比较美 你知道为什么有镜子吗 看起来会比较大 而且镜子后面都是储藏室 所以就是感觉说是比较大空间 但后面还是很多东西可以放 因为我是那种比较胆小的 如果说是一个角落有一个镜子 然后突然间我看到那个镜子上面有 那个 上面就有写字的话 我会 你真的不用想这么多 为什么你要想那么多 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而且你不可以叫一个妈妈不想那么多 好 是加倍的想更多 我已经帮你想好了 真的吗 你这种浴室就叫虎浴室 虎浴室 虎浴室 因为你是只有你用 OK啦 你是趁机打一下那个 五六七 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 四五六七 这边就是我的第一个镜子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 你老公一点的 他都用我的啦 所以他也不需要地方囤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一起用 这是他的监制吗 这是我的 这是他的监制吗 这是他的 有监制吗 有监制吗 有 可是好小啊 OK啦 如果说跟我比起来 当然这个是一定很小的 这个是改装的吧 这个门 是 这边本来是没有储的 就是用了我的女儿的房间的 一点点的位 所以你们牺牲了整间的房间 因为他暂时还不需要 可是你这样想一下 对他来说也是 如果我们长久的住在这边 这间屋子可能以后也是他的嘛 这讲很远耶 必须 你不能跟妈妈上边讲很远 好了 我看得出如果你们喜欢的空间的话 你们肯定不会吝啬 像床啊沙发啊 你们都是特大号耶 这是人生中的第一个金 对 难怪你说自己是皇上 终于有这种感觉了是不是 谢谢你 因为生了孩子之后 大家的焦点都是在孩子身上 所以其实当妈妈的真的不简单 好 实不相瞒 我们也想要重点在你孩子身上 所以我们去客厅看吧 谢谢 好 可以 让我们欢迎房间最年轻的嘉宾 Jang Jang 新年载 九个月大 Jang Jang 可以说哈喽 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在上面 好 她会觉得她还没有起床 因为梦里面很多药物的古怪 很想问你就是你 满意这一次自己买的这间家吗 我觉得其实还没有装修之前 就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家当中 就是已经可以搬进来住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这个家 而且是靠近我父母的家 我们今天就有送你一些新礼物的 我们是送给Jan Jan的 我的天 我的天 真的好 哎呀 跟你今天穿的差不多 你看 这是什么 我们讲话都变娃娃一样 你看 她眼睛都已经离不开了 亮起来了 这是公主的城堡的概念 其实它就像一个帐篷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放在角落 然后它可以爬心打出 特别可爱 你来 你喜欢 好的 在这里就要谢谢Jan Jan 让我们参观你的新家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那 送你玩 谢谢 喜欢吗 谢谢 谢谢 她可不可以跟你讲不要 好 不要 走开 好的 我们来吃吧 谢谢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多看哦 耶 耶 太快 所以在你背后讲话 嗯 坏人 用手握 用手握 大人的世界好扑高 你还不了解 不要 我讲拜拜了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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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